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母亲烧死自己的女儿 只因为她觉得女儿的出现 分走了丈夫对她的爱 证据确凿 赵洪被带到了警局 面对警方的审讯 赵洪一改往日的哭哭啼啼 她态度冷漠 仿佛是在诉说着别人的事情 她说到了自己是如何给女儿下安眠药的 又是如何烧死女儿的全过程 在场中人无不瞠目结舌 之后 她又自说自话 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她是一个姑 幼年时 父母均在一场地震中丧生了 她变得无依无靠 极度需要爱 直到她遇到了张志华 遇到了她的救赎 遇到了她的唯一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丈夫是最疼爱我的人 他不仅是我的丈夫 还是我的父亲 我的兄长 朋友 情人 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 连半夜上厕所 她都陪着我 说着说着 赵红又说到了她的女儿 她情转多云 她胸向毕露 她认为 女儿的出现 分走了丈夫对她的爱 她恨 她气 她要将失去的都夺回来 思来想去 她决定来一个斩草除根 一了百了 听到这里 张志华如遭雷击 她不受控制的瘫倒在地 一个令人羡慕的完美家庭 一瞬间支离破碎 严霸 赵红又起身离去 她有反侦查意识 但是不多 她天真的以为警方没有证据 治不了她的罪 她不知道 警方已经将她方才的言行 全录了下来 她不知道 警方已在妞妞的胃中 提取到了没有消化完的安眠药 走廊里 赵红看到了张志华 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她没有想到张志华也跟到了警局 她想上前解释 张志华用沙包大的拳头回应了她 杨队长看在眼里 等张志华打泪了 她上前将其拉开 赵红崩溃了 此时此刻 她压根就不在乎什么法律上的制裁 她觉得张志华打她了 她觉得她又一次失去了被爱的身份 可悲 可叹 可怕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是家里的天使 绝对不是负担